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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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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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加索说 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艺术家 而你能想象 这些三头六臂 伟大的小天才们 在六十年后退休时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吗 启蒙教育 将我们带入无法掌握的未来 让我们变成截然不同的大人 湖南卫视大型原创技师节目一年级 首次深入校园 全景记录 学童先师 练成绩 一所优秀的技术小学 陈先生好 小学好 三十六个一年级新生 慢点 慢点 今天到这里报名 两位爱孩子的麻辣仙师 六十天全程实习 我是你们班的班主任 你叫我小花老师吧 我也不是生活老师 你呢 怀疑啊 我超好怀疑的 生活老师 陈佳 然后从小吧 我其实有一情节 我挺爱当那个老师的 同学们在一块玩过家家什么的 我都要演那个老师 我就把他当成一个 特别新鲜的一次挑战 实习班主任陈学东 把我自己身上的一些 快乐的东西 或者是说 阳光的东西我带给他 这次在学校里面的经历 可以给我人生中 是带来一次很大的财富的 他们将如何面对 熊孩子的烦恼 熊孩子的烦恼 能不能听一下我说话 又将如何分享 校园成长的经验 我每一天都在骂他 我每天都在秘密他 我心里都难过 他们将带来什么样的故事 又将发现什么样的秘密 飞闪 谢谢女主角们 开工了 改变 从教育开始 教育 使人成为他自己 欢迎来到一年级的世界 这次是 感谢观看